美国白宫已经确认啊这个总统拜登的是接受了英国白金汉宫的邀请将会出席英国女王的葬礼 值得注意的是呢拜登将会乘坐防弹专车前往葬礼地点 本期视频我来为您解析 大家好这里是东东乡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19号的时候呢这个英国将会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女王举行国葬 白宫在当地时间的11号宣布啊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正式接受了白金汉宫的邀请 并且呢将由第一夫人陪同前往出席英国女王的葬礼 但是呢面对各国出席的这些元首们啊 英国对于这场国葬的禁令似乎是有些严苛了 这个英国卫报啊独立报等等多家媒体就报道表示 英国外交部发给各国使馆的关于这个女王葬礼仪式的指导文件就显示啊 为了避免伦敦机场和这个交通拥挤 各国元首和政要呢不仅不得乘坐专机 只能乘坐商业飞机抵达伦敦 而且就连元首专车也不能使用 只能前往集合地点乘坐大巴 统一的前往葬礼地点 不仅如此 当天这个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呢 还只允许各国元首和第一夫人等最多两人进入 而英国的这些严苛的要求呢 也是遭到了很多网友的吐槽啊 有一名匿名的外国使节对于这个政客新闻网就表示说 你能想象拜登坐在大巴车上面的样子吗 而英国的这一系列限制措施呢也引发了对于安保方面的一些担忧 9月12号的时候呢 英国泰晤士报就赶紧出面澄清了 表示说啊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将有权力乘坐他的野兽防弹专车 同时呢 法国总统马克龙 日本德仁天皇 还有以色列总统这个赫尔佐格 也有权力乘坐自己的车辆 但是 其他国家的元首 只能搭乘英方指定的公共大巴车参加活动 前段时间啊 日本前任首相安倍晋三在演讲的时候 遭到了暗杀震惊了全世界 而美国总统本身呢 那就是高危职业 此前美国总统啊 为了与民众亲密的接触呢 他喜欢乘坐敞篷车 但是自从在这个1963年 肯尼迪总统遇刺之后 美国总统就改成拥有防弹功能的这个硬顶轿车了 而自打奥巴马那一任开始 这个卡迪拉克呢 还专门的为美国总统打造了 拥有超强防护能力的总统专车 这种被称为野兽的专车 重达10吨以上 采用大量复合材料制作的这种装甲 还有防弹玻璃 提供全方位的保护 甚至啊 为了防范潜在的生化武器袭击 这个车辆呢 还采用了独立的供养系统和过滤装置 英国对拜登等国家元首大开绿灯 这个也引起了很多其他国家元首的不满嘛 因为这些国家元首能乘坐自己的专车 而其他的领导人呢 就只能挤大巴 人家好心好意的前来吊咽 结果还要遭到英国的区别对待 这换谁可能都不好受 更何况是国家领导人呢 咱差距题外话 美国总统之所以要准备如此的防护严密的这种总统专车呢 那主要原因啊 可能也是因为树敌太多 目前有不少国家把美国总统是视为眼中钉啊 咱举个例子 此前拜登曾经签署命令 擅自动用美国冻结的这个阿富汗央行的70亿美元 对于阿富汗的灾后重建 这样的一个行为显然是极为不利的嘛 那阿富汗也曾经公开斥责美国的这个行动 再比如说像是这个叙利亚在叙利亚偷游 暗杀这个伊朗军官苏莱曼和这个核专家法赫里扎德 这些都是美国做的恶啊 所以美国总统出门需要处处地方 如果为人光明磊落 那显然没有这样的担忧嘛 咱举个最简单例子啊 大家可能都知道 乌拉圭虽然不是什么发达国家 但是人均GDP1.54万美金 位于南美洲第一 乌拉圭的前总统穆西卡的座驾 是一辆1987年生产的大众甲壳虫汽车 他号称是全世界最穷的总统 却把自己90%的薪水都捐给了国家社会福利项目 2010年公布财产的时候 官方审计他的家产只有1800美金 主要还都是因为那辆破破烂烂的甲壳虫 你说这样一位简朴的总统 当然受到了乌拉圭举国民众的喜爱爱戴 但是他会担心暗杀的问题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各位点赞留言 我们下期再会 by bwd6